住家監視器拍下驚險瞬間突然碰一聲開始起火 桌子底下竄出濃濃白煙電池驚險爆炸 火星亂噴起火狂燒越燒越大 连續爆了四次客廳大片火光有夠嚇人 電鋸在充電時突然爆炸 屋主衝出來拔掉插頭趕快滅火 高雄這位先生在網購平台花半價3000多元買這把電鋸 卻充電爆炸燒到融化 指控網路賣家神隱不回應 他們都評價都還不錯 可能我比較衰還是怎麼樣 他就說叫我東西寄回去運費還好我自己出 他都好像鬼打牆一樣城堡上面 後來就無下文了 你去店買都要錢幾個 你如果要公司延長一顆3000多 連二手的就不只那個價格 這個是叫做山寨機 實體店面買這款電鋸要6000多元 網路只賣半價貪便宜卻買到山寨貨 電池爆炸差點灰蛇處 讓買家膽戰心驚 記者蔡武言 蔡雙擊 郭宜貞 高雄報導 請看哨 Feng Shui